大家好,歡迎來到TW開獎 今天是9月3號的早上8點56分 那今天的盤式,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昨天是反盤第9天 但是那一根第9天 1、2、3、4、5、6、4、7、8、7 第9天 第9天它中間有稍微過高之後就往下 這種線是一般我們是最不好的線 我們這個常常叫做有點A轉的線 這個假突破,我們一般講假突破 那假突破它是一個對多頭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訊號 但是畢竟,畢竟這個 大家都讀過非常有名的孫子兵法 你如果真的要多方的阻力 絕對不會讓你清清楚楚 好,明修戰道暗渡成長 表面上是弱,實際上它想多 好,這種時空見懷 孫子兵法在這個世上流傳那麼久 好,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它可能接下來的走法 好,那首先今天開,昨天夜盤是往上拉 好,往上拉 所以代表現在還是處於一個僵持的狀況 好,那這一根線,這個懷抱線 它這個直接今天抱在肚子裡面 要看它怎麼收了 好,那現在抱在肚子裡面 它當然是可能是中繼 好,也可能是 我們以最簡單的 好,我們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盡量最簡化 好,最簡化的話 就是我們第一個看到的訊號就是 已經 好,反彈已經 好,前面的第八根 好,我們的結論就是前面是八根 好,就一雷打 好,二雷目前還沒有站上去 好,所以是一雷打 好,那現在出現的第一個訊號就是 已經跟前面的每根都過高 已經不太一樣 好,所以這是第一個轉弱的訊號 好,那轉弱之後 會不會繼續強 都有可能 尤其都已經爬到這麼高了 都已經接近 我們叫喜馬拉三上面的基地台了 那當然是想說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直接登上喜馬拉三啊 主力,多頭主力怎麼可能就這樣 這樣就結束了 當然是以主力角度來看的話 在這邊結束也是蠻好笑 都已經登到這麼高了 好,那 會不會走弱 當然以羊群理論來看的話 絕大部分就認為說到這邊應該也差不多了 好,所以這個可能還要再看一下散戶的籌碼 看看散戶是不是真的這麼像 好,因為 大家如果知道我們的供需 我們的交易方法 除了之前跟大家講跟 BNF比較像的 科斯托蘭尼 德國股神科斯托蘭尼 那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供需 好,你知道說 BNF跟CIS都非常重視短線幾十個供需 好,那威克夫 好,威克夫的供需提論 好,大家應該可能對交易 好,老手可能有 有看過好,威克夫 的這個供需 二元對立 散戶跟主力 散戶跟機構是二元對立 你機構想賺散戶的錢 好,所以 散戶往哪邊走 他就機構就有很大的 好,這個 可能性 好,很大的誘因跟他對坐 因為他要賺散戶的錢 好,所以這是 威克夫的二元對立 好,所以這個大家有興趣再了解一下 好,但是我們盡量把問題簡化 好,簡化第一個 就是說 現在 出現了一個停頓轉折 好,所以在這邊 是屬於一個收斂 好,Yukobi 我們又把它叫做Yukobi 好,Yukobi 好 Yukobi就是盤整 好,現在已經開始進到Yukobi 好 Yukobi 好,Yukobi 好,Yukobi 好,所以 是多是空 那我個人主辦認為是他 蠻有機會多 但是我已經跟他講 賭徒 你是賭徒 你是賭的 你怎麼可能 也可能被耍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就 看看 我們常常會觀察一下 阻力過去的行為 好,我們來找找看 前面有沒有曾經到九根之後 然後 到第九根 第九根之後 給你玩一個拇指 好 第九根之後 給你玩一個拇指 當然也可能後面幾個就 要做 戲要做得像一點 對不對 像之前 荊蚵刺 刺勤王 好 那 戲要做得很像啊 要做得像 之後再 再一波 對不對 像這種玩法 好 也是可能 好 那我們再往前看 再往前出現 對不對 夾死 有個by三四天 夾一下夾一下 夾幾個 好,再繼續上去 好,差不多八九根之後 那當然也有可能 九根之後就死掉了 好,再往前看一下 這個考古題啦 好,我們就直接看一下考古題 好 這邊往上 來個高檔十字 好 但是這個 呃 高檔黑K 好 高檔黑K 好 高檔黑K一般有扣肉 好 就算上面要攻的話 一般也是給你修個 六天九天的 對不對 好,這種是比較常見 好,但是我們不預設立場 好,我們只是說 這過去考古題 好,老師喜歡怎麼考 好,所以在這邊 是不是放空時期 當然不是啦 這個地方怎麼是放空時期咧 好,這個地方 好 那你當然是可以 可以買一點賭樂透 好,那這個就是看你選擇拳 好,選擇拳 好,選擇拳 呃 熟悉度 好,選擇拳 他是一個步倉 好,之前給大家介紹 好,幾個高手 好,我們有提到 好,昨天修大 剛好也有來看我們的影片 好的,歡迎 好,修大 也有網友 有提到 昨天在提到 韋玲老師 很顯然有網友 也是對韋玲到現在 這個氣得癢癢癢 對不對,韋玲老師 這個所有 愛好交易選擇學的人 都對這些 都非常的熟悉 好,那 所以今天 好,今天大概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大概就是 看看 有沒有中間波動比較大的時候 好 這個 我看一下 我目前的 倉位本身還是 屬於高價單 好,就是賭他會過 我是賭他會過 但是 跌破的時候 就算往下跌的話 對我來說也沒有損失 好,對我來說 好,我本來就希望他大逆關到 像這邊往下拉 這幾根啊 這邊 一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九、十、十一 好,所以這個已經是二雷打了 好,這個是空頭的二雷打 空頭的二雷打下來 再來一個 多頭的快要二雷打 好,那現在 你當然要尊重一下前高對不對 這個前面 好,這個我們一般叫做尊重 好,這個老手 好,就是說你 最少要尊重一下前輩嘛 對不對,這邊之前 好,套了那麼多人 好,這邊 好,要尊重一下嘛 要低,頭要低一下 好,尊重一下 好,就回來一下 做做樣子 好,說啊 這個前面啊 這個,這個 壓力真大對不對 好,尊重一下 做個動作 要拉再拉 好,尊重一下 好,對不對 所以這個 昨天好,就致敬 好,致敬這一條壓力線 好,致敬 但是我們一般來說 齁,你致敬玩的就要回來 好,你致敬 這個,該走 A轉的就要繼續往下 那一隻賴在這邊不走了 好,如果一隻在這邊 好,給大家預測幾個劇本 一隻賴在這邊 就在等機會 等機會 等機會直接過高 一隻賴在這一條線附近的話 就是等機會要過 好,那時候 啊,我再考慮看看 要不要再繼續加場 好,要玩就玩大一點 對不對,玩爽一點 好,真的放 反正 反正,那個選擇權的好處就是嘛 賭輸了 賭輸了也不會賠錢啊 選擇權的優點就是啊 好 呃 但是這個 交易的世界非常險惡 鵝魚我炸 鵝魚我炸 鵝魚我炸十三國 所以 你這個 喜歡直線型思考的人 好,玩這個一定 好,尤其你又玩得很短 然後玩的倉位又很大 幹桿又很大 你當然是被扒的臉都腫起來 好 所以這個 好 那我的技勾力 就是 做比較慢的 好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目前的走勢 好,現在才剛開牌嘛 8-3 好,所以就在那邊對不對 現在目前在對 前面的壓力線致敬 對不對 致敬要不要回就看他啦 看他是不是要做得像一點呢 好,我現在是從 他要續攻的角度來看 對不對 昨天已經致敬過一次 昨天已經 這個 打疊個100 昨天疊個150對不對 150 算是對剛剛 前面上面的那條壓力線 已經很有禮貌了對不對 已經有 點個頭鞠個弓了 好,那下一下 這個沒有信心的 好,那當然是 呃,在這個地方我是不會 不會加倉座 都出,就出 除了就選擇權的 這個,掰扣加差 好,拉回來的時候 會加碼,掰扣加差 好,頂多這樣 掰扣加差 他們賠到哪邊呢 好,風險那麼小 好,所以 呃,我們就等他 好,等他這個 好,那現在原則上也沒什麼到 好,尤其現在開紅 欸,已經9點多了 那9點多的話 我現在可能要 要先把我的多艙再減碼一點 對不對 我們的限貨多艙 好,就等到他 這個拉過高的時候 我們就減艙減艙減艙到 一個非常理想的狀況的時候 好,那我們再來 好,再來給他 好,所以我們就 好,先來看一下 這個盤式 好,那我再繼續 把我的限貨 好,再給他減艙減艙 好,那我們就來 好,聽聽海浪的聲音 好,那本來我都習慣一邊交易一邊 然後放點音樂 好,但是大家也知道 好,放音樂的時候 有時候 YouTube 他就會有一些 好,規定說 這個侵犯到人家的音樂版權之類的 就 一邊看盤 我一邊把我的限貨看看 有沒有 長多的 給他減碼 減碼 好,那我們大概一邊看 一邊 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B&F的教條 像 每天盤式 比較無聊的時候 我大概會看一看日語的歌詞一邊唱歌 柏寒 減尾 色谷的 色谷的街道 我一边交易 一边来 就假装我们在逛色谷 那我同时有时候 会把色谷的影片画面 那我们当然是先看流仓了 我先看一下我的 呃 现货的流仓 目前有哪些长多的 我就来 我们常常每次都是被 被阻力来割 割稻草 割韭菜 那我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韭菜可以割的 好 那 好 有些全直谷 比较强一点 好 那当然是如果 以一个比较 正规的交易方法 像我是把强的卖掉 这种事其实不好 好 因为他可能会长得非常多 好 所以 有些我的交易 也 以 抓大 赚大赔小的这种 逻辑来说的话 我的交易并不是一个 非常正规的交易方式 但是它 它是一个非常符合人性的 我交易起来每天心情愉快 好 我卖了一些 有些 我看一下 有些真的是 之无畏气之可惜 才 赚这么一咪咪 要割掉也是舍不得 好 放着放着 好 那现在 先割了一些 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再聊 所以 我们再继续看它的 这个 这个 休息 好 那 呃 再来看一下5分钟 好 这个5分钟 现在 好 开高往下压 好 我们看稍微大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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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分 好 所以 呃 整个的惯性来说 哈 过高 潘高 潘高 下杀 没有破滴 所以现在是整个 有够败 就是有够败的 有够败 现在还在 有够败 就等它盘盘盘盘盘盘盘 在表态 看是不是 跟我们预期的一样 就在洗盘 叫官钱 官钱正当 这个非常 常见的官钱正当 是不是 不是 我们是这样猜啦 那会不会是这样 不知道 我忘了 但是我跟他 我只能说 我考前猜题蛮准的 但是 千万不要说 这个版主每次都猜对 没有这种事情 猜错也不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压回了没 你看 压这么一咪咪 这 没有诚意 昨天压了150 稍微有点诚意 今天 这看起来 要有可能玩到 玩到二雷 在二雷前面 来回全球 一雷二雷 看能把他刺杀 现在还在那边 赖在二雷那边不走 很想还继续冲过二雷 好 所以这个 大家就是 用一种 用一种 比较愉快 的心情 来了解一下 所以 到底目前 的 谈识到底怎么样 那我当然也是要 先看一下 我们按照 BNF的SOP 来复习一下 我们好久没复习BNF的SOP 好 我们切回来 好 复习一下 好 Sakiroso 现在目前是反弹 在Yokobai 正在Yokobai 正在横向 横向 横向 横向盘着 所以今天已经算是 已经不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们算的 刚刚之前的 八红 八连掌 八连掌 先告一段落 现在是看下一阶段 已经是 Step 2 等于说是 棒球的出局 现在是中局 中间几局 看看他到底是 要往二壘冲 还是要往三壘冲 还是就在这边 来来回回 做一些假动作 好 这是Sakiroso 看起来 目前是很整 好 再来是 A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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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美国的整个的 的线 看看美国 有没有老大哥如果 老大哥在这边盘投 在这边投 一直想过又不敢冲 一直想冲 一直顶在那边就想冲 但是冲上去 也不知道干什么 这都已经这么高了 所以这个老大哥 老大哥在那边观望 这个是阿妹汤5Lowd 所以现在难怪台湾也 那个老大哥不敢冲 台湾也不敢冲 Yu no Naka no Ugo ki 就看看其他的 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 韩国 韩国 我们去看日本 日本的整个架构 你瞄一下 日本的整个的走势就比较 比台湾要弱 日本的走势 整个就已经好久没过高了 好 离高 比台湾稍微弱一点 感觉 好 再来看一下韩国 韩国呢 韩国跟台湾比较像 也是在这边 是不是到前面的高点 要准备要过前面的高 但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老大哥还是最强 所以小弟还是跟在他屁 美国老大哥屁股后面 所以还是 美国顶着头 然后台湾韩国跟在后面 然后日本再跟在后面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都不敢冲 老美 在这个地方冲也没有道理 反正我都只有道货给他 大家知道我的机构流 机构流我就是 DNF为止 CIS的做法是用选择权 不用选择权做CIS CAPCANO MONITA 我们来看一下 回来看一下 从全支股 最强股最弱股 我都按照这样的SOP 全支股 TSMC台积电 台积电 印象中好像也是差不多在 盘间吧 盘整稍微 还在盘整 盘间 盘整 盘整 站在高点 还是可以站在高点 在那边弹着 蓄势待发 还是可以蓄势待发 红海好像也变强了 也是蓄势待发 两个都站在攻击发期限 嘿嘿嘿 这个地方 这个要玩的话 真的可以玩 还没有 红海还要在等下 红海 红海这样一军 也站在 只剩下上面 只剩下一根军了嘛 所以现在都压力越来越小 大家都已经开始站在起跑线 好 再来 连发 哥 连电 连电一直好 现在是领头羊 两电 连电 没错嘛 连电 OK 所以现在 真正的多方种司令 是连电 所以到时候 要看最重要的 最强的 早茶的 好 前几天早茶是什么 待会儿 瞄一下早茶的 现在目前没什么早茶的 昨天就是 呃 啊 红海王比较弱一点 看 红海王弱一点 好 但是还不至于说找茶车后的 好 所以现在目前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好 所以今天 啊 我看等一下 今天 礼拜五 对不对 好 礼拜五 等一下 再出去 happy happy 好 看今天是找什么地方运动 好 啊 呃 我们啊 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啊 常常常常常在 这个 啊 你的人啊 人的生活当中好 常常就是太注重工作 好 太注重金钱 而忘了说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金钱是为了什么而服务 为了我的快乐的人生 在服务 对不对 好 你为什么要在这 好 你为什么要工作 不是就希望过一个舒适美满 好 愉快 好 愉悦的 生活 好 那 有的人 好 就是 Purpose 我们做事情 好 一定要有你的Purpose 你的Purpose就是要 啊 Happy Joyful 啊 你必须就是 要人要愉快 好 所以你 很多人啊 为了要 这个 赚更多的钱 好 导致生活品质 变差 好 导致身体高垮 那你要重新问一下 你的Purpose 好 你整个生活的Purpose 到底是为什么 好 所以 像我 并没有花太多的精力 在 赚钱 为什么 好 第一个我玩得很小 第二个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 Just for fun 很有趣 像下棋一样 它是 fun 它本身 交易本身是 让我 啊 Joyful 啊 让我happy 让我更愉悦 好 所以我做的这件事情 本身不单纯只是 所以有的人 根本就是 啊 搞错目标 啊 送错菜单 好 所以 不知道为什么要交易 为什么要赚钱 那 如果你交易感到痛苦 如果你交易 为了要赌一把 赚到了钱 赚到钱 又觉得心惊胆掉 心脏病快发作 那你要搞清楚 你的Purpose到底是干的 啊 所以 啊 有时候啊 因为我 我很清楚 我交易是为了 Just for fun 啊 所以 我同时 一样重视 唱歌啊 唱歌一样 for fun啊 啊 所以唱歌 这么重要 当然重要啊 跟交易一样重要啊 啊 那我心情好 啊 就把我的 这个新 这个 一些学习心得 写成笔记 好 大家有兴趣 就 在 给我一杯咖啡的钱 啊 所以他也发现 哎 奇怪 那版主 你好像 跟其他的YouTuber 好 跟其他的 呃 所谓的 这些 好 教 教学老师 什么感觉不太一样 你好像不是很重视 你的YouTube 到底现在几个订阅 啊 你的 这个 小说到底 有没有人在买 who cares 对不对 啊 有的人很辛苦的 在那边 哎 呃 每天到处去 social 到处去 找记者 好到处关注 好自己 到底有没有变得 非常的热门 好 但是脑筋清楚 人知道 你的真正的快乐 是来自于 你心中好 你身体内部的 心的控制 你如果 全部你的快乐 感官都要透 外在的 感官刺激 才会让你 身体里面的 那颗心快乐的话 那你太悲惨 你怎么有办法 控制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 没办法控制啊 你能够控制的是 啊 皮囊里面 身体内部 啊 的心 啊 以前 就有大师 在很好奇说 哎 老子 老子 为什么一直都那么快乐 啊 人家就问老子 老子 你不是前几天才发生 一些悲惨的事情 好 亲人死掉啊 好 这个 自己又 又赔了大千 为什么你还是 不是那么快乐 所有人每天都开开心心 老子就讲了 我痛苦也是要活 快乐也是要活 为什么不让我今天 开心一点呢 你痛苦 痛苦 难道你亲人就活起来了 你痛苦之后 你就赚钱了 你那个赔了钱就没了 那你不是等于说是 double的伤害自己 好 所以聪明的人 啊 或者是 懂心理学的人 知道 没有意义 好 订阅数 没有意义 赚大钱 那么有意义吗 好 大家好 想一想啊 因为我是研究哲学心理学 好 所以 我做的所有一切 好 我整理笔记 是为了自己开心啊 好 喝一杯咖啡 哦 那个有 有那个朋友赞助 啊 喝一杯咖啡 啊 开心啊 虽然几天才一杯 开心啊 啊 我的订阅数 好几天没有增加了 So hot 又怎样了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个 我的这个日本股神 订阅研究会 十年 已经成立十年 大家知道吗 好 大家就很笑 哎 哎 版主你这个 成立了十年 为什么你的 这个 粉丝 人数这么少 大家知道有一阵子 人太多了 我觉得不开心 就是太多人了解 BNF 到时候 BNF 的手法 不是都非常清楚 还有故意 有事没事就提一提 好 当然也有来闹事的 然后闹事的时候 那时候我贴了一个 Yuzawa Tsubasa 贴他老婆 还是他的 清凉照片 哎我贴到射团 刚好有人就直接弄 弄说 哎 这个社团怎样怎样 好 那我就想说 啊干嘛这样不开心 我就直接把他关了 对不对 还关了几个月 然后心情好了再开 啊 所以对我来说 呃 这个 BNF研究会 啊 或者是我Yuzawa 是 淘忌我身心的 反正我就做一个记录嘛 做一个记录 要交交朋友 更何况 大家也知道 我本身是不爱交朋友 就算 我本身是一个minimalist 是一个极简主义者 极简主义是什么 朋友越少越好 啊 事情越单纯越好 啊 我交易的标的越少越好 钱 啊 钱但是越多越好 但是 也不会为了钱 啊 去 做那些事情 主要重点是 我 身体的那颗心 今天 愈不愉快 啊 所以 呃 等一下 好 啊 其实你要让你的胜心愉快 也不是那么简单哦 啊 你需要有一些创造力哦 啊 你需要控制你的心流 啊 但是我跟大家讲几个 疑似嘛 哦 就是啊 我一边来看盘一边聊 哦 有几个线索 第一个 是美食 好 所以我就要开始在想 哎 等一下 要搞些什么美食 对不对 啊 美景运动 啊 那美景运动本身 过程当中是透 所以它是 产生脑内飞 好 也不是真的会展示多班 那么快展示多班 所以你还要搭配一些 像我个人是因为很喜欢 学习心职 好 所以我就看一看 好 学到一些 这个知识 那知识本身 你会产生多班 也会 也会很愉悦啊 然后就学了 哦 原来有这样心理学理论 我以前竟然没有发现到 啊 原来 这个 我之前 好 这个 选择群交易 好 常常 常常被电 啊 就是以前早期 好 我一直喜欢用那个 韦玲老师 好 韦玲老师 的这个 比利时架杀 好 都有网友 看到这个 比利时架杀 恨得牙痒痒 哎 他会不提比利时架杀 好 这个是一个 公用的名词 不是韦玲老师吧 好 那后来就发现 哎 那为什么反过来呢 那为什么反过来呢 对不对 大盘在盘整的时候 把你的比利时 转成你比利时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有趣啊 这个有时候 弄一弄 啊 原来 Naruhodo 原来如此 就这样而已嘛 所以 就像 有些 朋友 对自己曾经犯过错 非常介意 招备蛇咬 使命怕草神 但是 非常忘 我们另外一个 大老师 叫 Ray Dalio 告诉我们 每一个错误 后面都藏着 美丽的钻石 被比利时架杀 嘎到 So what 你没有被嘎到 你才不会 你就不会知道 哎 原来 结算到期的损益 跟过程的损益 是两回事嘛 后来就搞通了 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他就藏着 美丽的钻石 比较直线思考的 可能就一辈子 碰选择权了 一辈子就碰比利时加差了 可惜 可惜 好 那 呃 我要去找乐子了 今天没什么 等一下 我再把我的 现货 剪一剪 找乐子 找乐子 谢谢 好 我们明天再聊 谢谢